狮子本来应该在广阔的草原上成威 可这只狮子却偏偏被厚重的锁链 锁在了一辆有些破旧的卡车上 一生都无法走开半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这些年来又经历了什么呢 这只美洲狮的名字叫做木法沙 它从小就被商贩当作宠物卖掉 最终进入了一个非法马戏团 之后它就过着每天被车载到 在不同的村落进行表演的生活 黑心的非法马戏团就用铁链 把它锁在卡车上 这个破旧卡车车厢就成了它的住所 而这一锁就是二十年 这个车厢并不是一个舒服的休息的地方 甚至连一个舒适的笼子都比不上 日子已久 木法沙变得又脏又瘦弱 再加上身上缠绕的都是沉甸甸的铁链 它的内心世界也似乎被禁锢住了 直到2015年初 它终于被国际动物保护者协会发现 据救援人员所说 刚发现木法沙的时候 就能很明显地感觉到 他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 而且他非常害怕人 看到救援人员靠近 也显得十分紧张 救援人员赶紧把卡车内的杂物清理走 腾出了一大块空间 让木法沙走出这个囚禁 他二十多年的囚笼中 随后他们把木法沙 牵引进了一个又大又宽敞的笼子里 准备为他拆除束缚多年的锁链 而当救援者开始用钳子 剪断他身上的链条时 木法沙表现得十分安静 似乎知道这些人是在帮他 只是压着他的锁链过于沉重 让救援人员花了好长一段时间 才把它解开 然而当时负责开锁的救援大汉 一度忍不住哭泣 因为他在为木法沙开锁的时候 木法沙除了乖巧 眼神中也有一种迷茫 就像是觉得自己从来不曾活着一样 紧接着救援人员为木法沙 找来许多干枯的卵草 给他在笼子里铺了一块很舒服的休息地 然后木法沙就被国际动物保护者协会中的 另一个救援中心 带回到秘鲁的收容所安置 也请来专门的兽医帮助他调养身体 在被运输的过程中 木法沙一直都很乖 没有叫也没有任何应急动作 无论救援人员让他做什么 他都非常顺从 可这也侧面说明 他在非法马戏团的二十年里 一定承受过许多难以想象的手段 才被吓成了这副一生都不敢吭的乖巧模样 到了新环境之后 他小心翼翼地从笼子里迈了出来 缓缓地漫步在充满绿植的全新环境中 或许是出于好奇 木法沙一直都在走来走去 时不时还会用鼻子到处嗅一嗅 闻闻这些从未见过的东西 在整个探索的过程里 木法沙的眼神中都充满着不可思议 让人看着十分心疼 但大家也为他感到开心 因为他的眼神中明显多了许多光彩 相比刚被救时搭拉着眼睛的样子 简直让人惊喜 而在经过医护人员的短期调理后 他的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好了太多 现在再也没有人可以像以前那样随意伤害他了 当他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都调试到可以送到新家后 国际动物保护者协会 便将木法沙送到了靠近亚马逊雨林的生态保护区 让他可以在真正适合的地方生活 而在这之后 也会有专人协助他 摆脱被囚禁20年的压抑心情 和对新鲜事物的惧怕 直到让他恢复森林之王应有的样子 值得一提的是 从2011年起 救援组织开始在秘鲁执行拯救马戏团动物的计划 前后一共拯救了近80只动物 然而 尽管秘鲁政府的支持力度很大 但每次拯救都是一场斗争 例如在拯救木法沙的过程中 马戏团老板就曾当场和拯救他们的警察 发生了武装冲突 该马戏团老板甚至在当地电台宣称 自己愿意提供钱 雇佣勇士来和警察斗争 而且很多人都来了 并且对着警察大喊大叫 在跟警察对峙一个小时后 马戏团老板终于做出了让步 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指控 更不幸的是 这样的僵局并不少见 另外 得知警察可能会没收他们的动物后 不少马戏团开始辗转于各村落 避免城镇 这大大降低了他们被发现的几率 像是在救出木法沙的24小时后 救援组织又从另一个马戏团中 救出了一只名为胡福的老虎 而且这次和马戏团对峙了数个小时 当时救援组织还注意到 在该马戏团里有两只老虎 但等到八个月后再次找上门时 只剩下一只还活着 看完这些 相信很多人都会对于那些 非法马戏团的不良行为感到愤怒 毕竟生命是平等的 动物也有权利在这个世界上自由地生活 只希望这样令人心痛 甚至感到可怕的故事 少一些再少一些 也期待救援组织 可以解救出更多受困多年的可怜动物 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奔跑在蓝天之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